好 艺人小S的老公徐亚军和他的公公许庆祥 涉及胖达人炒股案 台北地院为了厘清 他们父子两人通知卖股的关键电话 到底是谁打的 在昨天特别传唤了小S夫妻两人 还有公婆总共有四个人出庭 而小S的穿着 大家发现跟他去年到北检作证的时候 穿的是同样一套的服装 是不是这就是他的作战服呢 而在作证的时候呢 一家人都说 岳阳电话里头根本没有提到卖股的事情 艺人小S抵达台北地院 一身黑色长袖搭配牛仔裤 低调的造型 和去年十月出庭的时候如出一彻 堪称是他的法庭战袍 回应同样也是相当低调 谢谢大家关心 不好意思 不方便多说什么 好 谢谢 不同案情转身上楼 下午两点小S以证人的身份 为先生徐亚军出庭 徐亚军最早现身 公公许姓强 和同位证人的婆婆黄秀珍 一度想躲媒体被卡在门位 小S最后到庭也最晚坐证 法官将他们隔离传唤 主要是离军去年7月24号当天 公公许姓强家中播出的世话 和人在美国的小S的手机 双方两次的通灵 究竟是婆婆打给小S闲话家常 还是公公打给徐亚军操作股票 黄秀珍在庭上说 他跟小S常常闲话家常 两人的关系就是这么好 很有话聊 小S坐证时也说是和婆婆在聊闲话 两人真的很有话聊 每天都会通灶电话吗 大家小心小心 检方一度怀疑律师利用通联串证 但律师强调正通电话拨出前 徐亚军就已经卖出股票 而且出售的持股不过5% 根本不足以规避损失 不过小S和婆婆两人在庭上 不约而同说两人很有话聊 也让人见证了S家的婆媳好关系 借着程序跟关键要方场艺台北报道